HELLO,大家好,我是Cherry 我是一個資深的美容導師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有什麼秘訣可以去裝扮自己 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學員問我 老師,我要怎樣才可以化妝你這麼自然 然後我回答他,首先,我很感謝你的讚美我 然後我再問他,你有沒有回去把我學到的東西實踐出來呢 這個學員就說,沒有啊,因為我都化得不太漂亮 所以我沒什麼心機 然後我就再跟他說 其實我當初也是一個化妝美膚的人 但是我每一天都會堅持著自己 一定要化一個完美的底妝 把我學到的東西一定要實踐出來 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天要比今天好 這樣才會有進步的嘛 所以你說,我有什麼秘訣 其實就是我們要去勤力一點 認真去重複 把學到的東西要不停去練習 要堅持 所以說,世界上是沒有醜的女人的 只有懶的女人而已 所以當然啦 你說我知道這個秘訣之後 我要怎樣去選擇 合適自己的東西呢 當然說,無論化妝也好 衣著也好 最重要是找對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有句金句就是 簡單就是美 每個人的五官其實都很漂亮 自己要多點去讚美自己 欣賞自己 我們不要刻意去除波總流 好像之前這樣 因為星星的關係 很流行紅唇 很多學員都說 老師,我要塗紅唇 其實我們要知道 不是每個人塗紅唇都很適合自己的 因為不論我們有時候 唇色、膚色、嘴型 是不是真的適合自己 所以我們寧願找對自己的東西 我們千萬不能除波逐流 如果盲目去追隨的話 我們反而效果就會更加變得差 因此我們要先了解自己的需求 有時化妝和衣著是可以令到我們 可以去修飾一些我們需要改善的地方 或者可以去遮蔽他們 所以我們要知道 合適的自己的衣著和化妝是最重要的 合適的妝容、襯身的衣著 其實是一種疑態 是一個尊重的表現 好了 我在這裡也很簡單地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有六大元素 可以有一個完美的妝容 好嗎 首先就是要有一個有乾窄的底妝 有自然的眉型 有三就是要有一個比較幼身 適合自己的眼線 柔和的眼影 淡薄的胭脂 和潤窄的唇膏 其實一些很簡單現在市面的 都可以去找得到 希望如果你有興趣的時候 我歡迎下次見到你的出現 以上都很介意跟大家說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